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进去 打开开关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是挡位杆 有分快脉两挡的 上面这个是开关 下面我为大家展示一下洁面仪的清洁效果 跟手指的对比 这个是我们先试一下 用手工皂清洁 我们平时洗脸也是一样的 跟我这样打圈洗 但是深层的清洁肯定做不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不管怎么戳 怎么挪 但是这个黑色的深层还是去不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机子时的效果吧 同样也是用这款手工皂 把机子打丝 在手工皂上转几圈 再在我们手手打丝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机子刚开始转 这个记号笔的色彩就已经出来了 很明显的对比 这个刷头是跟玉兰油的同款的是美国进口的 杜邦斯 但跟玉兰油的区别就是这款刷头是在我们国内纸毛而成的 玉兰油的是在国国外加工而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刷头都变得黑黑的了 手上的 OK 对比一下 就很明显很明显的 刷头清洁也很简单的 往水里整个机子往水里面一转就可以了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款机子 我从一开始就已经放在水里转了 还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刷头清洁了之后 我们选做一下平常的日常护理 护肤品擦好之后 开一下这个按摩头 这一款是玉石的 纯天然的 这样子很自然的在脸上做个钻圈的按摩 可以促进我们的皮肤吸收 护肤品的吸收率会比我们平常不按摩的吸收率要高很多 这一款是 硅胶头 是特地为超敏感肌肤研发的 可以每天早晚使用 使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把那个护肤品 往刷头上刷就可以了 可以看一下效果 打泡的效果很好的 这个是浮食 浮食的特点是去我们身体死皮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不能往脸上用 这一款是乳胶头 乳胶头可以做眼部深层清洁 也可以做眼部按摩 我们平时擦BB霜的时候 或者是CC霜 可以把BB霜CC霜直接插在乳胶头上 开机断动就可以了 比我们手洗 手擦上去要温和 自然的多 好的 谢谢大家购买这款品味洁面衣 请不吝点赞 叶紫连级